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听是不是觉得好像男嘉宾的工作跟这个夜场有关系呢 其实不是 他这么辛苦呢完全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所打拼着 那男嘉宾究竟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一下他吧 孙先生 孙先生 我们在你门口了 在门口啊 对啊 敲门没有人开耶 我敲门听不到 啊 听不到 是否我敲开小声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呢 没有没有 你在干嘛呀 学习 你这学习的太投入了 是不是没有听到敲门声啊 听不到 你先对着那个镜头 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孙春林 今年23岁 175 工作是做生鲜配送的 月薪大概在7000左右 本期间有男嘉宾 孙春林 23岁 身高1米75 职业 生鲜配送 收入7000元 未婚 有住房 这是什么工地方面 建筑方面的对不对 对 你不是做生鲜配送的吗 怎么又在学工地方面的东西 扣个嘴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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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是干嘛的 刮 刮公司啊 有钱拿着 具体是做什么的 就是耳机建造师 之前是做这个建造师的 现在 现在暂时做一下生鲜配送 现在建筑工地不紧气嘛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配送工作 只是临时的 对不对 对 以后还是想继续去做工地上的建造 对 所以利用现在这个比较有时间 就学习一下 考个证 对 不错 年轻人很有想法 很有规划 但是我听说你这个工作 主要是像夜班的 对不对 对 那你昨天晚上上到几点钟 是回来睡着觉 昨天晚上上层三点过 那你回来睡了几个小时 六 七个小时吧 那然后白天就睡醒了就开始学习 对吧 对 不错 男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以上 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身材苗条 二 不要过于物质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喜 我是青岗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位非常聪明 勤奋 上进的小伙子 大白天就在学习 刚开始我还以为又在摆拍 什么白天读论语之类的 结果人家是晚上送生鲜 白天学习是为了考一个建筑方面的资质 我觉得小伙子真的是相当的勤劳 靠自己的能力买了一套投资的公寓 这是完全没有让父母操心 也没有让父母资助的 平时一点就要给一个大大的赞 而且小伙子的择偶要求非常的理性 他希望对方不要过于的物质 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条件 但是尽我所能 我可以创造的条件 也会为你创造 我做不到的 也会在将来为你办到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清醒的意识 小伙子各方面的条件 现在看来都是很不错的 那么今天跟他相亲的这位女孩子怎么样 根据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我们也为他联系了多位女嘉宾 他的踏实上进 赢得了不少女嘉宾的欣赏 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位 非常符合他要求的女嘉宾见面 让我们赶紧去认识一下他吧 我叫李星河 今年25岁 升高165 和朋友开了一间服装店 然后呢 基本的收入大概是5000左右 本期叫我女嘉宾 李星河 25岁 身高1米65 职业 服装店合伙人 收入5000元 未婚 女嘉宾在前不久参加过凡人游戏 在节目的一开始 她和男嘉宾相处得还不错 可当聊到让她备受伤害的情感经历的时候 男嘉宾嘻嘻哈哈的态度 让女嘉宾无法接受 两人最终牵手失败 那再次来到凡人游戏 她的走偶要求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这次呢是我第二次来凡人游戏 然后走偶要求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想要对方踏实稳重 然后温柔体贴 对感情专一一点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女嘉宾的走偶要求 踏实 稳重 体贴 对感情专一 目前来看女嘉宾都符合男嘉宾的走偶要求 两人匹配度90% 好 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原来是她 就是上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女嘉宾是一个西渣体制 专门吸引渣男的这种美女 上一次她一讲情感经历 那位男嘉宾就非常不识趣的笑了起来 所以这个相亲自然是没有成功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她是想找一个踏实靠谱专一的男孩子 但是呢不要像上次所说的那样 纯粹就是老实就可以了 那么女嘉宾 我觉得男嘉宾的各方面的条件 跟你是很匹配的 甚至你们俩从这个外形上来说 都是属于高颧骨 然后下颗线很清晰很瘦血的类型 甚至有一点夫妻香 那么今天能否有爱的感觉 让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见面后的场景 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接到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清禾和她的亲友团了 哈喽 阿姨好 清禾好 那今天我看亲友团变了 是谁 这是 是我的阿姨 今天怎么想到叫阿姨来的 上次嘛 我那个朋友她在开店 然后她现在走不开 然后呢我家里边那些 就我父母也在忙 就把我阿姨叫过来 帮我再仔细看一看 那阿姨你清不清楚我们清禾 在节目当中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清禾的话哈 就是还是一个比较 踏实 闷感 你看嘛 又长得一个怪免别的 做事情的话呢有些心 她呢都是想找一个 还是比较踏实一点的 能够相互关心 能够相互照顾 友善这些 那今天你过来呢 我觉得特别是在老师 踏实在两点上面 你要好好地帮清禾把把关 因为她以前的情感经历也是 在这两方面是吃过亏的 所以呢 对吧 今天要好好地考察一下男嘉宾 关于这两点 你有没有想到怎么考察这两点 从她的烟雨上 心动上 后来注意观察她 细节方面 细节方面 来考察她一下 我觉得我们今天清禾团阿姨呢 戴着一副眼镜 比较严谨的样子 我有点为我们的男嘉宾捏把汗 虽然是我觉得男嘉宾 在我这边 她的这个性格 还有她的这个 就是关于老师踏实这一点 我觉得是至少是80分以上的 具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待会还要阿姨和女嘉宾 多多地观察一下 好吗 那做好准备没有 我们要去见男嘉宾哦 见面之前 男嘉宾已经选好了用餐地点 她的细心举动 会给女嘉宾留下好印象吗 没想到男嘉宾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 提前打探女嘉宾和亲友团的口味 听到我们男嘉宾在这边安排 中午吃饭的地方 问你们要不要吃辣 你觉得通过这些男嘉宾的这些行动 你觉得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感觉吧 这小伙子还挺细心的 其实还挺细的 还是比较贴心的 考虑得很周到 对 考虑得比较周到 这点其实很加分的 你虽然没看到这个小伙子 但是她这个行为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她打个八分 没见面就打这么高的分啊 我看她还是比较贴心 细心 比较周到 那点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我觉得男嘉宾间起点是有点高的 好 那这边给我们发过来了 因为刚刚你说你不能吃辣 所以她找了一家江湖菜 家常菜 我觉得还是很细心的一个男孩 那个小河去哪里了 小河清河在买豆浆 马上就过来 那行 那我们既然这个地方已经找好了 我们直接就过去见面了好吗 那行 好 我刚才是等着 你先把豆浆去拿好 她说我们安排吃饭嘛 首先她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 然后很细心地在附近找了一个餐厅 想到其中午还没吃饭嘛 从那点方面来 我都觉得这个娃娃还是相对比较走道 有点细心 所以说我给了她8分 真的 阿姨待会一定要慎重一点 这个一来就打这么高的分 接下来怎么按呢 对吧 这个分 最高分就是10分 对 所以你要慎重一点 帮妹妹爸爸过按 好 好 我们做好准备没有 我们先进去认识一下男嘉宾 没有人啊 孙春琳 哪里 找了个保险 来 女嘉宾来了 你还是接电话呀 我发现你好忙喔一直接电话 你怎么没有到门口来迎接呢 有点死去 好 来吧 此时此刻什么事情最重要你说 女朋友最重要是 那来 试试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孙春琳 我叫孙春琳 好 这一位呢是女嘉宾的阿姨 今天是来当庆友团的 你好 阿姨 好 接下来交给你了 好的 谢谢 继续啊 走啊 走走 邀请女嘉宾的 阿姨 那里菜单紧 你看一下点菜吧 我不知道他们口味 等他们自己点吧 这样子 我先跟你说一下 因为刚才比较周到 就问了一下 能不能吃辣呀 这些细节 所以阿姨给你的定印象 没见到你的人之前 就打了八分 相当高的一个分数 我们最高分才十分 也是在女嘉宾面前 一顿猛地夸奖你哦 所以你要趁此机会 好好地表现 好不好 好的 成胜追击 好的 那既然刚见到面呢 阿姨又在点菜 我们先来问一下 你对女嘉宾的定印象怎么样 你方不方便 当着女嘉宾的面说呀 不怎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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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吧 待会再说吧 给你一个送分题 你都不要 真是的 希望女嘉宾不要误会 我只不喜欢甜言蜜语 只喜欢用心动付出 我对她印象还是很好的 当着面 我有点害羞 说不出口啊 这种 接个电话 你有电话了 对 你电话怎么比我还多 你快点 好的 男嘉宾出去接电话了哈 嗯 我现在先问一下 你对她的定印象怎么样 就看到人之后 我感觉 她好像当过兵 嗯 看到了军人的气质吗 在她身上 就 就有点像 其他的呢 其他的感觉就是 她挺明白的 反正我感觉 第一印象也还是不错的 对 关键是定印象 服服和你觉得对方 要老实 踏实 稳重 嗯 能不能看出来这些特征 嗯 可以 可以看出来哈 对 那如果是十分打分的话 你能给她打多少分 就不受阿姨的那个影响哈 只是说你自己 发自内心的去评判 也跟我阿姨差不多吧 就七八分的这个样子 哦 那也是不错的哈 看到男嘉宾的这个 是吧 一开始的这个行为啊 这些哈 嗯 做的努力 还是得到你们认可的哈 对 来阿姨你别光点菜了 来问一下你啊 你刚没见人家面 就给打了八分哈 现在见到这个小伙子了 你现在能打多少分 第一印象哈 是 我觉得也是 有点单薄 啊 缺少一点啊 这种景气神啊 很久哈 嗯 所以说我 八分暂时收回来的 哦 那现在打多少分 再慢慢观察嘛 但是八分 先收回来再说 所以我跟你说不要 一来就打那么高嘛 是吧 那那个 我还没注意到 阿姨说男嘉宾有点瘦 你会不会介意 我现在说我以后 亏力去了 你干什么 多训练是吧 对 看年轻人哈 跟老年人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多训练是三十号 很实在啊 非常实在 对 好那 其实为人处事这些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嗯 感觉都 都走到你 那 不着急 刚见面 我们接下来慢慢地吃饭 慢慢地了解他的为人 好不好 妈 前点后面 慢慢下班了 啊 啊 男嘉宾去接电话去了 要不你们先点吧 吃什么 看看喜欢吃什么呢 你先点 我不晓得男嘉宾 阿姨呢 阿姨呢 阿姨你要不要先点 然后男嘉宾来了点嘛 我们也不晓得点啥子 哎 这样嘛 我先去找一下他 你们先等一下哈 因为厨师要下班呢 男嘉宾一直在外面接电话 你们先坐一下哈 嗯 一直接电话不进去 不是 那时候还得找别人收账 别人钱我钱不花 你不着急这一会儿啊对不对 别人打电话来了 但是人家厨师要上班呢 让你赶紧点 然后女嘉宾和气候团也不太好 一时一时见面 你说人家怎么点嘛 这个东西你应该先安排好呀 我还会点菜 你就反正你女嘉宾的气候团 是不吃辣的 你就辣的点一点 不辣的点一点就行了 好吧你先把这个安排好 不是你还厨师下班呢 你在这儿做半天饭也出不了 你对你印象挺好 你要好好表现吗 对不对 我小点 你除了觉得他漂亮还有没有 都还好 第一印象给人打分 十分能打多少分 八九分吧 那还是很不错 自己好好表现 你拿去先拿去厨房下班 不要下班吗 对 这里 来 你解释一下吗 刚刚干嘛去了 二次 那我说 就是别人欠我钱 然后我再喊别人帮我去手脏 但是 你又非得要这个时候 不是 二边打电话过来了 再问具体情况 不是 就是说第一看到印象 觉得身体稍微有点单独 我说是不是一直都是那么瘦 我一直都是那么瘦 小伙子要身体好一点 就好 不是 我是不管吃哪个 他都是不长 应该都跟我说 我也是吃不长 就是那个身材 关键是身体健不健康 肯定健康 在重庆有没有那房子呢 在宝贝暂时买到头 我在宝贝买房子 只是为了投资 现在人工有点资产 宝贝那个房子 是你自己收付的呢 还是爸爸妈妈帮助你的呢 我工给的 自己呢 那还是不错 还是 你能干 23岁那个年纪 自己现在买房子 现在的孩子 都基本上是父母在帮 那算是干工地找了点钱 都还是不错 但是还不忙 考虑买黄房子 但是结婚的时候肯定要买 他23岁都是个人收付 买了一套房子 我觉得这个男嘉宾 还是多独立的 然后比较有上级心 那块我还多满意 还是有点知强 比起小小年纪 日记还买了一套房子 我觉得从那点方便来看来 我觉得那个娃娃 还是有点不错 工作呢 你现在是来做啥子 现在在做生线配送 直接个单独的干的 没有没有 都是帮公司干 只是零食的 以前一直在工地高头干 在工地高头当管理 那你对你以后 人那个工作啊 那种啊 也没啥子规划呢 我有工作肯定是 还是要帮公地高头去干的 我现在最有工作的 就是晚上上班 晚上上班然后就是 最近准备去考个二奖 晚上都是给人家的配送 白天 大概是几点钟啊 大概是晚上十点 到凌晨四点钟左右 那也是很辛苦啊 那要注意身体 手手的手 没有工作肯定不是 长久自己 是 这是准备把二奖扣下来啊 然后都 看房地产那样 如果可以的话 又准备回去干房地产 是二级建筑师吗 对 加上挂工事的话 一个月差不多 多一到五千块钱 今后收入可能也就是 一两万一个月 差不多吧 养家还是 在重庆这个 基本养家来还是可以 然后再跟包地产活那转 差不多一个月 还是在一到店前 是比较踏实一个娃娃 还只能吃苦 也还是 男嘉宾呢 他对他回来安排 也是比较明确 他有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这块还是比较好的 男嘉宾的踏实上进 赢得了女嘉宾和亲友团的 一致欣赏 那对于女嘉宾最在意的问题 他能否给出 让对方满意的回答呢 我之前都是 距离比较丰富 然后我眼睛不太好 就是看人不太主人 就是老是被那些砸烂盯上 那种反正都是 对我不太好的 也基本上我刷的大部分 都是有出轨的那种现象 然后我相信是关心那个问题 都是专业的那方面 我不太好 我基本上都是一带来工地都是 那种三卡卡 三卡卡的反正就是也不出去刷 酒吧开的外星我也不去 这社交圈比较简单 反正基本上都是男的美女的的 那你以后就是要出去干个啥子 你会不会就是宝贝啊 那种 假如我们的小朋友肯定是要跟你说 我要做啥子 然后我要做好酒大概 你是主动跟我说 还是我问的 你给你才说 那个还问吧 肯定是主动说啥 我的钱在基本上都是给你保管嘛 然后我不可能是出去乱来的 很专业的那种 我实际上就是说爱你做爱你那种 你家宾完全可以放心 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得 半毛钱关系都没得 然后我跟男嘉宾讲到我情感经历 这块的时候 他有认人在听 然后还给我的反馈都是 我觉得他态度还是都好 也比较尊重我 比较老实本分的那种 社交圈也非常简单 然后也没有上次需要我担心的 他说把工资钱那些交给我管 我觉得这个方面 比较符合我的想法 然后也感觉可以给我 有很多安全感 我觉得方面还是都不错的 男嘉宾对于情感的态度 也给予了女嘉宾足够的安全感 眼见两人是越聊越欢 可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问题 却引发了女嘉宾的担忧 都是女嘉宾是干啥子 都是女友 就没其他 反正都是 要不然都是看好销售 都没得了 都要出现这三条不出现 都在五条刷手机 平时都是看些啥子小说吧 都是看一些 我看修显小说都是那个 都罗大陆 我看了 然后还有个 都罗大陆 我喜欢看腿里的 阿加萨可得是体力的小说 都腿里小说 不认真话 这个我没去看 你平时有些啥子 我刷的都得 平时都是刷迷思 剧本啥呀 然后我平时都是喜欢 跟朋友出去刷剧本啥 刷迷思 反正刷的也比较多 然后他兴趣爱好的比较少 然后我都是怕 在兴趣爱好的方面 然后我们两个聊 不是很赖的 然后都是沟通 可能会有点小矛盾之类的 我还是很乐意地 走进他的世界 只要他愿意带动我 我还是十分地愿意 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虽然爱好上有差异 但男嘉宾却愿意 努力靠近对方 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双方对彼此的好感 是否升温了呢 他很开朗 很大方 就是很很阳光 我梦寐雨球的女孩 清禾你就是我梦寐雨球的女孩 哎哟 我觉得男嘉宾总体来说的话 都是他对他个人工作和生活 规划那些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都是唯一有一点不足的 都是我觉得他性格的话 都是太拼拼不起了 我觉得他都是太普通了 都是他美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点 我感觉他像一杯杯开水的美好着味道的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话 都是需要新鲜感和刺激感 都是需要一点高兴 好 经过了一些环节的相处 其实是有一定矛盾的 为什么呢 你过往的经历 用惨痛的教训告诉你 你需要找一个老实靠谱的人 但是呢 当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又会嫌弃他 你说这个人很无趣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靠谱的人 其实是需要长久的相处 才能够感受到他的好的 比如说他的世界是没有秘密的 他的一切可以向你敞开 他的经济大权在你的手里 他是一个你随时能够找得到他 事事有回应 事事有关注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在短短的相亲的场合当中 你是很难去感受到这种优点的 你说他是一杯白开水很平淡 但是我们知道白开水是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物品 可能那些有趣又有新鲜点 又有个性的渣男们 就像肥宅快乐水一样 又好看又好喝 但是你能天天喝吗 他不健康啊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多一点时间 给男嘉宾多多地去了解他 去感受一下白开水 是不是真的那么无滋味 在感情中 年轻人喜欢个性 追求刺激 那作为过来人的阿姨 观点是怎样的呢 我就觉得这个男嘉宾都是 但是他太像一辈子 开始都感觉缺少了点乐趣 但是你想一哈 比以前找的那些男朋友都比较差 这个娃娃看起来还是比较踏实的 有家的 就是时候结婚 对嘛 你都自己要考虑清楚 是要找个有乐趣的 还是要找一个安安心心过日子的 就是过日子还是要靠苦一点 安心一点 你找一个有帅的 有渣的 结果苦日子就在后面 你连兴趣爱好也比较多 你可以带动它 一起互动啊 我还是担心就是我带不懂它 就是我想拿着它 但是它又是 拿不懂 它就是要么往后头 要么是不懂的 总的都拍了一点 慢慢了解过后 接触过后 再来看嘛 看缘分两个样吧 好 得知女嘉宾的态度之后 男嘉宾会用怎样的方式 来展现自己个性中 丰富有趣的一面呢 女嘉宾请问一下 你认为什么样的有趣 才适合你呢 就是我觉得 你的好正式 你这个问题首先就不有趣 你要说 清禾 你觉得我要怎么努力 才能变得你想要的那种有趣呢 是不是 好 清禾 请问一下 怎么才可以变得更有趣呢 好像小学生在问 语文老师这东西该怎么做 来吧 清禾老师教教她 主要是你想学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 没关系 但是得带得动 要是带不动的话 就有点困难 你知道我平时就是 玩的还挺多的嘛 就比如说剧本杀呀 那个密室呀 就跟 差不多都是跟 角色扮演有关系吧 剧本杀这些 大多数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 是吧 就是那种比较有气氛 现场气氛比较好协调一下 通过说话来协调一下 这样吧 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 就说话要有趣 好 那我们现在循序进行一下 因为毕竟呢 你已经无趣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可能一朝一夕 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既然女嘉宾说了 她是希望那种比较有气氛一点的 通过说话能够调解气氛的 调解氛围的 你现在先表演一下女嘉宾 你不是说女嘉宾 是你梦寐以求的女生吗 对吧 那你肯定心目中对她 是非常有好感的 你现在用你的 用语言 来表演一下我们的女嘉宾 就是把话说漂亮说好听 就让女嘉宾高兴 好不好 我希望你说的这个语言呢 不是那么苍白的 就是稍微有文化一点的 四个字四个字的 用诚语来表达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小学语文没学好 其实不是很喜欢看书吗 对啊 书里面对那些女主角的描绘 那些形容 你没有学到吗 学到了呀 美若天仙 美若天仙 秀色可佳 秀色可佳 秀色可餐吧 秀色可餐吧 秀色可餐 算算算算 秀色可餐 要说几个呀 说到女嘉宾觉得 这个气氛起来了为止 好不好 好 好 美丽动人 我觉得你现在说的挺好的呀 这三个都还不错 对 这三个都是形容外 毛的就没有其他方面 感觉这个很好 很阳光 很开朗 再深层次一点 你中用这么平庸的形容词 我感觉不到你对女嘉宾的 感觉 那个喜欢有多么特别 你问 把我有点问懵了 在语言表达上男嘉宾稍显笨拙 她决定再换一种方式和女嘉宾互动 那女嘉宾能否感受到她的诚意呢 对 我感觉到她的诚意呢 开朗 你 你 让我感觉到她的诚意呢 你 好 我感觉到她的诚意呢 天涯也把我牵挂 咱的姑娘美如花 蓝的笑容影红了彩虾 名字一集情话 三方一地情话 咱的海洋天涯也把我牵挂 你牵挂 不是啊男嘉宾 我真的很好奇 这首歌是说唱歌曲吗 这感觉没有旋律啊 听到的这种说唱 是不是 他原唱是 你能放一段原唱出来 我们听一下吗 证明他是有旋律的 有 是这个节奏 是全部都这个节奏吗 对 你唱的是这首歌 你确定刚刚唱的这首歌 确定 来吧女明 你这样一下吧 要不要那个笑叉气都快了 我肚子要消痛 对啊 肚子要消痛了 我觉得男嘉宾他是 他倒是不搞笑 就是很运气 很严肃 很严肃 对 就是一小秒了就 手不住他被找 把我笑死 我也没得笑出 你先平缓一下 我们让阿姨过来 阿姨来来来 你刚刚在旁边一直全程听到的 对不对 我刚刚听你在旁边也是在笑 然后评价了一下 你说什么上天入地 好像评价了一个 你说说看 为什么有这样的形容 我的感觉完全是他 只有发挥 然后一会上天 一会有下跌 天马清空的 就是还是很放得开嘛 如果这句话 我好了想的话 是吧 对 放得开 藏得很投入 确实是 不受干扰 女嘉宾都笑得 背过气了 他还在那里继续坚持 往下唱 还是很不错的 鼓掌鼓励一下 不错 我觉得确实唱的 还是比你说的要好一些的 是不是 对 至少逗女嘉宾开心了嘛 那有没有感觉 你女嘉宾稍微进了一步了 要 好 你女嘉宾 虽然是男嘉宾 我们觉得进步了很多啊 感觉也比之前更放开自己了 那你自己觉得 他这种努力够不够 现在有没有达到 你想要的那种 比较有趣的程度了 我觉得 稍微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对 那还差的那一点点 你来帮他补齐好不好 你自己来想个方法 好 我就是不知道 男嘉宾愿不愿意 就是 我是学过一点点戏曲的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也不要跳多 就是你 跟着我 学一下我的动作 然后我觉得 还不错的话 就觉得还可以 接受吧 可以 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金剧里边 就是一个点泪的动作 就比如说 霸王别姬里边 就这样接泪 然后再弹出去 那个手掌声朝外这样翻过来 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亮相 就比如说这样唱完了之后 然后就一个亮相 就这样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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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学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很感人的 说明他真的是在很努力地想要去迎合你 然后很努力地想要去改变自己 变成你所期望的那样呢 我觉得男嘉宾的态度确实是非常好的 这点我就是能给他打个九分吧 态度分打个九分 那我就不问动作分了 这个可能也有点尴尬问出来 这态度就最重要了 然后我看其实男嘉宾一边在很努力地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女嘉宾笑得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对不对 男嘉宾在大街上放开自我 只为靠近女嘉宾 一番有趣的互动之后 他也终于鼓起勇气向女嘉宾表达爱意 他的真诚态度会最终打动女嘉宾吗 嘴解释不了的东西那就用鱼声来解释 什么是用嘴解释不出解释不清楚要用鱼声来解释的 就是陪他做一辈子啥 动了不 完了吗 我们以为你有好大一个阵仗呢 我也以为他要放一个大招出来 对啊 就这么结束了 好 你确定 要点 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单独采访你的时候 你有说到一句话 就是形容女嘉宾在你心目当中 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记得吗那句话 记得 那你现在有没有勇气当着女嘉宾的面再说一次 充满感情的感情充沛的 有 来吧 看着女嘉宾的眼睛 来 清衡 你是我梦寐以求戴女孩 你是我梦寐以求戴女孩 你愿意吗 愿意什么吗 愿意找我女朋友吗 好 我们看到男嘉宾 他最终的表白虽然是还是很笨拙 但是真的是很符合他的这个个人的特征的 简洁明了 但是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他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 就从头到尾对我们女嘉宾的印象都非常的好 而且呢 从头到尾都特别期待 跟你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且我觉得你在她心目当中几乎是没有缺点的 对不对 对 几乎是完美型的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女嘉宾能够慎重一点 多考虑一下 希望你能给男嘉宾一个机会 好的 我们现在的男女嘉宾呢 已经站好了最后的这个队型了 那接下来呢 男嘉宾准备好了 等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女嘉宾呢 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三秒钟之后 女嘉宾愿意和我们男嘉宾牵手成功的话 女生就会转过身慢慢地走向我们的男嘉宾 如果女嘉宾最终的选择是放弃 就直接离开就行 听懂了吗 好的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最终的一个选择结果吧 反正感觉跟她在一起 就是一看见就想笑 请和 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女孩 我感觉她像一杯杯开水的美孩子味道的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选择 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 然后我觉得生活方面的话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就是要我交流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我又很不喜欢主动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以后会有交流上有点困难 然后就是可能会在这方面 有不少的吵架 摩擦这种 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是不太合适 就是在带动男嘉宾这一块 你还不够有信心去面对 是吧 所以你选择了放弃 然后时间之后的话我觉得我会轮 好的 明白了没有 明白 那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是不足的 那我们也希望虽然是你今天相亲失败了 但是我们希望你自己下能够慢慢地调整自己 毕竟你还非常的年轻 而且情感经济确实也比较少 所以以后还有无限的可能 对不对 好 今天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赛源飞桃 很遗憾两位没有牵手成功 今天的男女嘉宾从外形上看是很般配的 可是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你就感到他们俩之间有隔阂 好像女嘉宾这边还更洋气一些 对生活的要求也更多一些 要说两个人都是好孩子 男嘉宾勤奋上进 优点有目共睹 我觉得喜欢她这一款的女孩子 不妨联系我们的栏目组 而女嘉宾在今天的整个相亲过程当中 也展示了她温和爱笑 而且很好相处的这些特质 那么喜欢她的男生们 也不妨联系我们凡人有喜 我很期待他们还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再来一次相亲 好了 节目最后还是要再一次地提醒一下 电视机型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心电话 8805 8805以外 还也可以去到龙湖新一城的凡人有喜线条 互联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登记和报名 最后还是我们的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红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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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看一下